公鸡们正在下蛋 同时机器也在检查 有不下蛋的鸡 下了蛋 绿灯就会亮起 意味着他们还能见到明天的太阳 如果他们总有机会下蛋 那么红灯就会亮起 紧接着是刺牙的警报声 然后是超大犀利的管道 让他一飞冲天 直接脱毛上掺桌 另一边三黄鸡吓坏了 因为他今天也没铲出蛋 平冷的机器已经全在他的头顶 万幸下班点到了 总算保住了条小命 回家的路上他垂头丧气 白鸡哥好像有了足意 他们分工明确连夜赶工 有的在磨弹 有的在作弹 四眼机更夸张 先是设计图纸 然后硬生生的焊出了颗铁弹 第二天上班 白鸡哥点头示意没问题 但三黄鸡还是没底气 与此同时机器开始检查了 他吓坏了 随着铁弹的掉落 绿灯亮起 他们成功了 之后他们按时按量 完成下蛋的任务 待遇更是直线丧生 私人有持 豪华游泳圈 他们终于可以受众真情了 因为每年有数十亿只鸡 因产量下降而被宰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